朋友们你好,我是乌鸦三宇 最近《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其中就提到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他说了一句引起轩然大波的话 他说,只要爱国,即使持有不同的政见 我们也能包容 他的这一句话是面向于香港说的 我们都知道自从香港的反送中事件爆发以来 中共政府是越来越背离自己曾经所承诺的 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这句话 在香港把的国安法实施以后 让香港的民主大倒退 除了言论管控网络监听之外 又粗暴的在干涉香港的选举制度与立法制度 当把这些所有事情做完之后 现在掉过头来 开始对香港的公务人员下手了 这就是所谓的爱敢者治敢 首先这句话它本来就有问题 大家想一想 哪一个香港人他自己不爱敢 如果说他们不爱敢的话 那么在三福天三九天 最热和最冷的日子 他们为什么要几百万人的走上街头 去和平看疫 待在家里边吹着空调看电视 他不舒服吗 对不对 香港的立法会 自从2020年的11月份 放民主派的总词之后 现在几乎已经不存在反对的声音了 已经不存在反对派议员了 现在中共又开始大力的抓捕 所谓的反中乱感分子 让那些所有曾经上过街头的 几百万的香港老百姓都人人自危 特别是非常多的公务人员 也是上过街的 那么大家想 如果说爱敢者治敢这样的誓词 再次升级化到爱国者治敢 其实中共的他们的潜台词就是爱共产党者治敢 现任的公务人员就职前都要去宣一次事 宣布对中国效忠 中国共产党效忠 那么对于这些香港的公务人员来说 他们无非就是两条路 一条就是去宣誓媚着良心做一个说谎的人 继续从事自己的公务员职业 但是人生就落下一个污点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说谎的人 是一个媚着良心的人 再有一种就是自己的职业不要了 哪怕饿着肚子 自己也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 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 中国国内搞的那一套逆淘汰 他们把说真话的这些善良的人给逼走 把这些说假话的人留下来 因为他们臭味相同嘛 由于港共政府它越做越过火 林郑月娥也是忙着向中共高层去表工表中心 事情做得越来越过火 步子卖得太大 所以扯着蛋了 不好意思他没有蛋 如果说港共政府在公务员挑选这个事情上边 他们也开始搞政治审查 那大家想想看这还叫什么香港 由于中共政府是永远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对于像香港这样矫枉过正这样的事情 他自己没有办法出来说 所以崔天凯他就代表了中央的政府来说这句话 他就是想要示范这样一个信号 如果我把它翻译成毛泽东时代的话 就是香港的文革到此就差不多了 不要再继续开展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发话说 只要爱国即使持有不同的政见 我们也能包容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原因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朋友们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